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总裁 您找我 昨天派人收拾过我办公室吗 怎么了 我的U盘不见了 里面存着重要的文件 你赶快派人去找去 可能是打扫人员 把他当垃圾收走了 您别着急 我立刻派人去找 我立刻派人去找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裁说里面有相当重要的文件 如果你找不回来 今天就是你在公司待的最后一天 你愣着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去找 立刻 快去 是 唐阿姨你找到了吗 还没有 不过就剩最后一代了 肯定就在这代里呀 阿姨你手怎么了 没事没事扎了一下 我带你去医院吧 不用 就这点小伤 还剩下最后一代了 找完就 别管了 这我回来接着找也行 你万一细菌感染就麻烦了 我送你去包摘一下 成花 成花 好啊 课长 我在垃圾堆那边没看见成花 连个人影都没有 什么东西 叫他找个东西半天回不来 原来是打混回去 他是不想干了吧 行 那我就顺他的意义 让他回家放大驾去 进来 总裁 您丢的那个U盘 找到了 对不起 没找到 不过您别着急 我们还在找呢 我一定严惩那个 把U盘丢了的员工 给您一个交代 有这个必要吗 东西丢了找回来 才是最要紧的 惩不惩罚人是其次 这怎么行啊 公司有公司的规定 这么不负责任的员工 必须得严惩 我非把它开除了不可 那你的意思是 东西是我丢的 我应该写辞职报告了 我哪是那个意思 老子 主要是我已经给过这个员工机会了 我跟他说 你只要把这个U盘找到 这事我就不追究了 谁知道他不但没去找 还丢下工作 忙自己的事去了 您说有这么干活的吗 行了 东西找到是最重要的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谁都会有犯错的时候 每次只要一犯错就把人炒了 那公司还怎么运作 我知道 总裁 主要是这U盘太重要了 里面都是商业机密 要是外泄出去 那会对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况且如果我不惩罚他的话 怎么给其他那些工作认真的同事 一个交代啊 是吗 既然你这么坚持 那我也不说什么了 但是你要衡量一下结果 U盘丢了损失事有 但是再把人炒了 是不是就是双重损失 你自己看着办办 我知道了 我会有分寸的 嗯 我知道了 我会有分寸的 出去吧 好 你先忙着 哎呀 陈华呀 幸亏你带我来医院了 医生说呀 我这伤口要不好好处理 要是演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那就糟了 要你陪我走这一趟真不好意思 哪儿都坏啊 您是为了帮我才受伤的 我送您回去吧 哎呀 不用了 哎呀 不用了 哎呀 不用了 你看 原本是我想帮你的忙 结果反倒连累你了 哎呀 你赶紧回去吧 哎呀 时候不早了 被上面的人发现可就糟了 那 我先出去帮你打个车 哎呀 不用不用 我能照顾自己的 啊 赶紧走吧 那我先走了 再见 阿姨 去吧啊 去吧 我让你找优盘找哪儿去了 我刚才找了 优盘 我没找到 什么叫没找到 我看你根本就没找 先是把这儿弄得一团乱 然后假装找得很累似的回来 我看你这么碍眼 你去当演员好了 科长 我刚才离开时 你又说了我也不想听 我们宋氏 不应该有你这样的缘故 幸好我派人盯着你 否则还真让人给骗过去吧 拿着 这是什么 辞职信呢 辞职信 你工作时间擅自离岗 有编瞎话欺骗上司 我当然得开除你了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行了 你不要再跟我撞了 你这种人 我不能不赶走 赶紧签吧 快点 就这儿 我好 我好 别走 我好 别走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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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好 我就好 我在 说 总裁 承华为什么要辞职 因为优盘的事啊 其实 那个优盘是承华弄丢的 他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 当然要负责任了 而且他不只是把优盘弄丢了 他还擅自离岗 按规定就是要开除的 他只不过是个新人 你口头警告几句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开除他 再说 他离开岗位是不对 可你听过他解释吗 我有啊 我知道新人不容易 我还专门等他回来跟我解释 可是他回来什么都没有跟我说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应该开除的 要不然我今天早上跟你说的话 不都白说了吗 你冤枉我了 总裁 我没有想要开除他 是他自己把辞职信交给我的 我估计他是实在不好意思呆下去了吧 而且我看他态度挺坚决的 所以我才同意的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的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程华虽然是个新人 但是一点新人的样子都没有 平时工作一点都不积极 同事们都很质疑他的工作态度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教他了 行了 出去吧 我还得赶着重做秦桓书呢 是 对了 总裁 那个清洁工家里有事 想早点过来 可以吗 随便吧 好 对不起 总裁 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调的 对对对对 谢谢 我找很久了 这个很重要 不用客气 等一下 请问你这个是在哪里找到的 就是在那个沙发椅子下面找到的 沙发椅子下面 整个办公室我都快掀翻了 都没找到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下面 总裁 这种事是常有的 我们的打扫工具啊 也常常被人拿走 可是过几天啊 就会物归原位了 准是那些拿走的人突然想到 就放到原来的地方了 很正常的 好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总裁 总裁 优盘找到了 是清洁工帮我找到的 太好了 总算是失而复得 我算是放心了 您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 我是不高兴 因为这个优盘 我损失了一名员工 不 是两名员工 两名 除了程华还有谁啊 是一个欺骗我的人 一个从我这儿把优盘偷走 又悄悄地送回来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 谁会干这么无聊的事啊 是啊 为什么啊 说吧 为什么拿走我的优盘 你说我啊 总裁你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看出这种事呢 你拿我的优盘 就是为了陷害成话是吗 不是我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我 你不要冤枉我 我最后问你一次 是不是你偷了我的优盘 真的不是我 你可以不承认 但是我有证据证明是你 但是我有证据证明是你 你还要继续往后看吗 你们先出去一下 是 我还有你把U盘 丢到沙发下面的画面 如果你想看的话 我继续放给你看 高红我想问你 你为什么要陷害这祸 因为你 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 可是你从来都对我冷冰冰的 现在你居然喜欢 像她这样的女人 我恨她 你就是因为这个陷害她吗 对 她才第一天来上班 就上了你的车 我都跟你认识这么久了 你从来都没有让我 上过你的车 我能不恨吗 我就是要把她赶出去 高红 首先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欣赏 但是 这不能作为你陷害橙话的理由 总裁 你假公济私陷害下属 还践踏了我对你的信任 你这样做 损失了公司多少资源和时间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错了 我下次不会了 对不起 没有下次了 我们公司 不可能再信任你 你马上到人事处 提出辞职 我之所以让你自己提出辞职 是还想给你留点脸面 你好自为之吗 总裁 总裁 对不起 对不起 总裁 把辞职信搁着这块出去来 我会让财务尽快把你的薪水 汇到你的账户去 从今天开始你跟宋氏一点瓜葛都没有了 不要好 总裁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妈病了 真的很需要钱 我要是没有这份工作 闭嘴 你在陷害成化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他也有佳人啊 当初晚你好好对新人对下属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懂得什么叫反省了 我会反省的 我真的知道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总裁 我求你 好 要留下也可以 但必须降值 你同意吗 如果不同意的话就算了 我同意 我总能请推出 谢谢总裁 我以后 不会再让你失望了 最好是 出去吧 嗯 请 我成为了